秦秦你在旁边见的吃藕粉 不像你的作风 然后你嘴里面沾的都是藕粉 秦秦你赶紧维护一下醒觉好不好 秦秦在旁边那个一边吃藕粉 然后嘴里面还沾的那个藕粉 那个名字切藕粉没有了能替人吗 全部替人吗 那已经没有了 哇好多人最爱张海的打张海了 对 你还接很多汉堡 民族打他答对了吧 昨天还骗是我 为了你的民族打错了 我估计有张外向这个女的怎么这么吵 昨天我们不再说不吵 我还真不知道张海是那种安静 还是比较开朗 你看他那节目了吗 我看他节目算是 他挺会砍价的 我觉得还不算是特别的 是吗 是吗 那你觉得他是开朗的还是那种 霸气的那种霸道 待会你们要跟我一起唱了 来 来 开始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全世界 我给你放点灯吗 这谁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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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吗汉哥 来了什么 来 有请张汉来我们直播间 欢迎 欢迎 请坐 请坐 这里这里这里 汉哥你好 你没来他们已经拍你的名字了 哎你们都那么安静了 你不是唱歌吗 我刚唱了 他结果放了个那个什么 来这里 对 来汉哥这里 注意一点啊 给我们威亚女人打个招呼 什么 威亚的女人 对你的女人 对那不能那是张汉的女人 哈哈哈 改一下也可以的 那个所有都威亚的女人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我有个口号你知道吗 废话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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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抽播家 能家吗 哈哈哈 我我我刚我刚想说你肯定没有看过直播 你有看我直播吗 哈哈哈 没有看过笑 笑 这个笑声已经很明显了 太忙了 没有时间看 我平时就连我自己啊 还有节目的 你自己节目你不看吗 我有听说过你 听说过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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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比差远了 我没有很当我很当 哈哈哈 当那个当 然后然后那个 你知道我们刚刚那个口号什么意思吗 这话不多说先来抽播奖 什么意思吗 这不说那么多抽奖吗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抽奖 哦 我们刚刚你讲了 万一你不见那个茶我就让他来接 哈哈哈 我们这样吧 我们来抽五味送云南白药的 防脱洗发水怎么样 你知道为什么会送防脱洗发水吗 因为我们的头发快掉光了 天天暗夜 还有今天有签名照啊 刚刚想要签名照的人 哎呦 哎呦 你知道吗 他们说今天想要你现场签一个 签两个 现场这么多拖啊 哈哈哈 我跟你讲 这不是拖你没看到那女生的眼神了吗 真的喜欢 真的喜欢你 真的喜欢你 又哭了 又哭了 他他你来之前 我说张胎他开始 嗯 我跟你要吗 哈哈哈 你要我冷静一下啊 然后呢 他们今天应 应所有那个汉堡的要求 还有包括我们维亚女要求 说希望你现场能签两个名 因为他们现在说很多签名 助理会签 会吗 我从来都自己 你都自己签了 所以说嗯 这些签名都自己签了 我们等下 直播里会抽一分 抽两个人吗 或抽一屏幕 抽五个人可以吗 现场要求 五千五个名字送给他呀 抽十个一下 十个什么 那现在要借了 干脆一百个吧 然后我现在要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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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一方写的是李宁 谢谢 好 签我脸上 签我脸上 签我脸上也不懂 你男朋友在这里 你小心一点 没有男朋友了 现在 十多快抽到来 哎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 醉了都看 来先抽一波奖 名字去打张翰好了 我们抽五个人 送 先送洗发水吧 我们等一下送签名照 你想要签名照大于洗发水 我问一下你 你的话也叫慌慌 你已经开始了 嗯 好来 哈哈哈哈 你真的是 好脸红了 好脸红了 来准备抽奖了 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 解 好 来看看 中奖名单 第一个是猪猪TT 第二个是石宗斯 第三个是杨慧仙 第四个是小琪 第五个是TB 080866 恭喜中奖 中奖联系我们的二号客服 把第一个拉过来 嗯 然后然后你进来 他们挺挺惊喜的 然后昨天他们吐槽我 你知道吗 就很多人在骂我 然后我说明天明星来了 张翰来 他们说你自己打错了 有三点水 没有三点水 对 我现在要澄清一下 真的没有三点水 他们昨天吐槽了我一晚上 说你名字都打错了 一直 然后我说 然后我都怀疑我是不是打错了 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 摆多了一下 就是这个 你摆多了吗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哈哈 所以你是个假粉丝 没有 哈哈 是这样的 大家都说 翰哥是理想男友的模范 你们知道理想男友有什么代表吗 颜值高是肯定的 嗯 一瓶好 身材好 身材好 你就直接腿 哎 身材好你干嘛腿身材好 就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 他腿身材好 不是 一瓶得好 然后要帅 发型要会 要很会 对 你汉哥每次出来的时候 发型都很帅 然后还有一个 要很会拍照 拍照 你会拍照吗 但是我特别不合拍照 是吗 我经常被我粉丝吐槽 吐槽 我的拍照都是黑照 是别人给你拍过 还是你给你 我自己拍过 那你给女朋友拍会拍 那会啊 你看 哈哈 你看还是很会是吧 这个瞬间 然后 难不难觉得 啊 难不难 就是就是 男生难不难 男生啊 男生活着就很难 哈哈 因为今天有个性词叫难 就是我太难了 这个词 然后那个 我们今天 你来了以后 然后我们直播间一般都不会放过 我们准备了几个小测验 你赶快挑战一下 可以啊 就是 测试一下理想男友的小环节 好吗 就快玩快拿 好吗 真的啊 不会怕吧 我怕什么 第一个是送命题大讨厌 送命题 送命题大讨厌 选了一些就是女生 经常会问男朋友的问题 就是 接下来这个问题 如果是你女朋友问你 第一个问题挺好了啊 她们开始笑了 别笑啊 如果你女朋友跟你说 我卸妆了 你觉得我卸妆的样子怎么样 你怎么回答 就你卸了妆 比较妆 嗯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帮我使用奔果 哎 你们满意吗 这些各位女生 你们满意吗 她说的什么都是对的 哈哈哈 你这个 叛徒我跟你讲 哈哈哈 第二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女朋友问你 你觉得我跟我闺蜜相比 谁好看 在你的衬托之下 你的闺蜜看起来都很适应 哦 哎 这个 这个评价非常有哎 其实你知道吗 我问了一个就是 我们公司有一个男生 他已经很会了 他的回答是 你拿什么跟你闺蜜比 他的脸有你 有你脸大吗 他腿 哦 你的腿有他粗吗 他脸情少女的 所以说你这个回答是 都不得罪 是吗 有没有 还有没有 有吗 谢谢 所以 他说皮肤好 所以张罕夸娅皮肤好 这个 哇 我 你觉得我嗓的怎么样 你嗓音很有词语 哈哈哈 他们说我的公鸭嗓 你是不是因为太累了 所以就 有水吗 喝点水吗 来给汉哥也来点水 是这样的 他们他们都说我是又吵 声音又大 又公鸭嗓 就很多人就是刚来就怀疑我的性别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刚两个问题啊 还有个问题啊 如果你女朋友问你 我今天出门买药 你猜到我遇到谁了 你怎么回答 我不太在意你遇到谁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 有没有 很有吧 哎 你这段应该把你的男朋友叫过来看 学一学 各位男生看直播的 学一学 你男朋友在这里 一小心 我要录下来 录下来 好 好 下面这个问题 我觉得张汉可以 完全难不倒汉哥 如果你女朋友问你 我那天眼线比没有水了 甩两下 不小心甩到你的白衬衫上 你怎么回答 所以给你买个鸡 天啊 买错答案了 我觉得 他啥都知道 你看你出的题 不厉害吧 这是出题的人 哈哈哈 请问你有男朋友吗 有 你男朋友能做到这些吗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亲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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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吃饭 对啊 哈哈哈 他不是给你死吧 也不算中性吧 他形容的词是说 这个人就是 就是不太会 讲话 就讲话 很直 他就是说 你遇到谁 你出去遇到谁 就那种 后面的那种 好吧 然后然后他们开笑了啊 好 他们问你 为什么那么爱戴眼镜 我刚看了一个问题 就是额外加的 没有在那个里面 哈哈 而且喜欢戴金边眼镜 就 为什么 你知道 哈哈哈 我跟你讲 其实你来之前 我们这里有个工作人员 他每次都模仿你 他一般都戴墨镜模仿你 哈哈哈 来上墨镜上墨镜 给他吗 给他出来出来 就是他 他脚一出 就有人 就有人可能喊他 帅哥 但这个前提是戴墨镜 所以 来 不止信一下 来五哥你今天不出来 你就真怂 真人来了 墨镜请戴上 谢谢 墨镜呢 撕一下 你都要撕一下 他今天都要是 特别大的挑战 来戴你的墨镜 戴上你的墨镜 快出来 哎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站后面 来起站这里来 哈哈 老师 很帅 很帅 他每次出来他只要戴墨镜 他们说 哇 很像张汉 然后呢 哈哈哈 他就心里面无比的自信 他自信那刹那就是摘眼睛 你要不要 你敢不敢把眼睛摘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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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快笑死了 这是额外加的 刚才没有内容 所以他们刚刚问你为什么戴眼镜 那这个时候我就把我的小礼物拿上来了 嗯 因为我我知道汉哥喜欢戴眼镜 所以我也送了一份 送了一副眼镜 哦 就是代表我的一份心意 然后因为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你喜欢戴金眼镜 然后我可以总结的一个词就是 帅 来 送你一个礼物 谢谢 就不要看到牌子 这不是什么植物 哈哈哈 好 我们继续我的游戏 哈哈哈 金丝眼镜 你让你的男朋友一会看到不生气的 你们要小心一点点 好来继续啊 我们聊到这个刚才拍照的问题 你刚刚说你很会拍照的 我刚听到你很会给女朋友拍照 哦不是 哈哈哈 你刚说我说很久没有女朋友 哈哈哈 那你应该很会拍照 有什么技巧给大家分享吗 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男生看直播 先学习一下 男生给女生拍照 要注意什么 首先就是 如果旅行的过程当中 你给女生拍照比例的多 比例 然后其他的都靠什么 就是要写高 你不要把一个一米六八的 拍成了一个一米四八的 是意思吧 因为我昨天碰到一个朋友 他说为了我来和你嘛 我是好的 然后他就用了前置的照片 然后对着我 然后对他自己的中心 然后我在边上 我的脸已经全形了 然后这样 从下方上拍照 我就这样很尴尬的拍照 然后后来我旁边那个齐儿说 刚才是死亡视觉吗 哈哈哈 我很尴尬的 然后说谢谢 所以我觉得男生给女生拍照 非常重要 就千万不要把那个角度 拍成了一个小矮个 所以比例上有没有什么建议的 比如说要从下往上拍 对肯定要从下往上 就蹲下来 蹲下来 蹲下来拍全身 对而且其实 有喜欢拍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生物和生活状态 就可以动起来 就随意的 不要站来站着 就随意的 不要这样 是吗 哎我直播间有很多男生 对吧 我觉得男生发型特别重要 你看凯子快躲起来 你看你们这块 哎你们看这里 烫头发的 这里还有烫头发的 我觉得汉哥对发型来说 你头发一般自己会弄吗 那你对男生有什么建议的 比如发型这一块 如果头发长的话 其实可以稍微烫一些 比较自然的一些纹理 就比较好 因为我这位五哥 就曾经模仿里 他烫了个发型 真的你看他烫完之后 然后被吐槽了 然后剪短了 然后后来你有一次 你有一个发色是偏红一点的 棕色发色 他也染了一个偏红的发色 结果那个一染没流水 一染染红了 男生的有点带点粉色的 所以就染完之后 又被人吐槽了 他又给他剪掉了 所以你建议一般男生 如果日常生活中 就是比如高线的头发 如果没有烫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弄 是短发吗 短发 短发呢 就是自然清爽一点 然后如果想有一些纹理 就 其实会有很多就是那些 会碰在头发上 然后会感觉 因为大家觉得你很会穿 你很会有造型 每次出来的话都帅气 因为你没看到我生活中 是没看到 肯定也看不到 看到了之后你就会这么说 你要不以后多发点照片 晒上来 让广大的朋友们也看一看怎么样 然后我看到你一个节目里面 特别会砍价是真的吗 那还假的 你平时会砍价吗 买东西 会 我们 有一个朋友 特别的 不喜欢别人看你 他也很难弄 在吗 四个在吗 啊 是吗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 上面有个环节 这个环节的话 我觉得不太好意思 因为在你来之前 就有人说 对你的定义是霸道总裁 这个你赞成了 都无所谓 那你自己的内心怎么样 因为刚起来我们的聊天说 因为你今天来啊 我们是摄像直播 我们也没什么太大脚本 也没有什么规划 就觉得很想知道 你到底是那种霸道总裁类型的 还是那种斗逼类型的 还是那种真实的生活中 这生活中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状态吧 可能大家就是之前 是这样的一个人生 可能就看了很多戏 嗯 但是 我觉得接下来也会去 有很多其他类型的角色 需要在他 生活当中 就我不断 其实我生活当中跟那个 就之前录那个 以前的客栈 嗯 就是你的本色 就是你 所以还是挺好玩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来了之后就是 他们看来他拍你来 他不讲话 他会不讲话 然后很酷一直在那里 我说你太入戏了 然后说 你们都不要给我说话 声音都小一点点 然后很吵 奇爱的客栈 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奇爱的客栈 有没有看 有没有看 有没有看吧 我看了片段 我没有全部看完 然后 然后 他们就告诉我说 你很会看 四哥来了没有 好 来这样吧 四哥那个老板不在 那我就先见 我们有个小粉头 嗯 你在这里干嘛 抽奖 哈哈哈哈 来这样我们先来抽额奖吧 好不好 好的 先来抽额奖 抽 签名照 五个人 哪字 外送一瓶 防脱预发液 好吗 嗯 外送一份防脱预发液 口号打张汉 好的 你说这抽奖的吗 并不是 真心化大冒险 真心化大冒险 最喜欢玩这个游戏 他觉得我干嘛来你的直播间 到底会有什么问题 来先把讲错了 我感觉 是吧 其实也没有真心化大冒险 就是那个我们从微博 然后统计了一些就是 嗯 粉丝想对你一些提问 然后放到这里面了 好 我先抽奖来 倒计是54321 来 抽五位 旺旺明 第一个是 WAWGI 第二个是 赵一泽911 第三个是1228 圆芳 第四个是 夏婷婷88 第五个是 青阳QY4691248 恭喜中奖 好 中奖联系客户 把地址留下来啊 冲的是我们的那个 汉哥的签名照 外加一套 防脱 这是你代言的吗 对吧 因为这个我直接 昨天经常买 是吧 你有用过吗 用啊 你有发际线烦恼吗 没有吧 你完全不会有吧 发际线没有 但是就是它可以去有 因为可能 因为工作状态经常 就是熬夜 就防脱发 防止 就对这些脱发少年来说 我们太心酸了 所以就这个品是 我们直播间的爆发 就这个产品 然后所以他们今天 听说你来的话 都很开心是吧 你们用了吗 昨天晚上 你真用了吗 说真话 真的 他是那种你的 真的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们这里来 他每次来的时候 刚来就看见 在那里开鼓掌 开心吗 开心啊 开心就行了 别爆啊 你小语多么喜欢爆的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刚抽完了吗 抽完 然后下面这个环节 是在微博统计了 我们的汉堡们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有个 真心话大宝写的游戏 就是汉哥随机抽取一个颜色 嗯 拨答一个问题 好吧 来什么颜色 绿色 看什么问题啊 我会不会笑的 感觉这个问题 好像很难回答一样 啊啊啊啊 液得可口水的啊 来 我觉得直接说这个 说用霸道总裁的 其实都想了无所谓了 为什么 要说什么话 用霸道总裁的状态说情话 你你是不是 你要录下来什么 然后用霸道总裁 这样吧你随便说一句话 然后是用霸道总裁的方式说 对着他们说 嗯这里 对着手机对他们说 对他们说话 你可以讲句 嗯 他是他很尴尬 跟你说话 你可以叫吗 你就讲一句 你笑什么 你的头发不能突 你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用霸道总裁的方式 说 你的头发不能突 其实你的头发突了 有一个关系 你老婆 谁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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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对你 对 对老婆们说 我对谁说 这都是女生 这都是女生 你所有人都是女生 对 基本上都是90% 反正也有男生 就要对 让你用霸道总裁 然后你来你老婆都会 哈哈哈哈 好来咱重来啊 你的直规里面是没有男生吗 是少 一般很少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的男生 我只说给那1%的人 哈哈哈哈 就比如说你女朋友 哎这也不能说你女朋友 买你头顶脱了也太合适了 买你的女朋友有点 突发的烦恼 他很自卑 然后呢你用霸道总裁的方式 来跟他说 即使你头发突突了 我也不会离开你 你会离开是吗 你很想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从来没见过你女生 哈哈哈哈 不是秃顶发量少 即使你发量少 但是我依然喜欢她 就霸道总裁的方式 很就是自己的本色出演 他在笑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很画面感 头发突点少女 啊 因为那个汉哥在我都不敢跟他讲 我都发一些话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万一跟他讲我发一些话 我还突点他说 对不起再见 我走从直播间了再见 你别看我 对啊 因为你看这边都 有很多烦恼吧 哈哈哈哈 好我们来再抽一个吧 好 你觉得这个 你觉得这个问题难答吗 不难吧 汉堡呢 给你解的问题 就是你说女生多大 都是小女孩 那你又是怎么把女生 对因为你 你说一句话吗 节目里面你说女生 多大都是小女孩 对吧 无论年纪 那你是怎么把女生当小女孩 能不能假货 我这个简直就不是 我这个简直不是小女孩 我这个简直就是什么来着 你这个 对不起你这样讲的话 我不太好意思啊 压力很大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不是对我说 因为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我是不说 那种小女孩的那种类型 就如果说你现在面前 怎么讲呢 姐姐吧 有个姐姐 我知道你比我大 是 我说我不小女孩 你比我大 你看我这个讲的话 就跟你说那个张汉 比如说我现在有偷偷的烦恼 我现在对自己没自信了 你会怎么安慰她 比如说我 没关系 从我认识的内容 哈哈 哈哈哈 更扎心 哈哈哈 我觉得更扎心 你知道吗 好了 我觉得那个汉哥来 我们一直在围着 那个头发来讲 嗯 然后因为 我们今晚有个产品 就是跟汉哥有关的 把产品拿上来一下啊 你有看我们直播卖东西吗 你有在网 在直播里买过东西吗 那更没有了 你网购吗 有 一般买什么 就生活用品 衣服鞋都会买吗 会 就都会买单 通过直播买对吧 可能我到底是怎么回答呀 我说看的还是不看的 没法表现了 我是看还是不看的 其实没事的 那个汉哥肯定没有看我们直播 我们第一次直播 所以我们今天 就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产品 因为这个产品的话 是汉哥代言的一个 防脱发的一个产品 这个盒子 就我刚刚讲的 就你们头发 不能说秃顶了 说什么样的 发际线 没有的 然后发缝少的 你不要再看我了 我头发已经没有了 然后就发缝比较少的 包括一些秃顶的 然后我们俗称叫蟹顶的 然后他就是很苦恼 然后在云南百药养元清 出了一个专门披痕头皮油脂的 所以汉哥你用的话 不是因为掉发 而是因为怕头油 对吧 嗯 其实 因为对于未知的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预防 嗯 然后特别是我觉得有两点 两点 就是就是 我平时像年轻人 就熬夜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去 调整睡眠 再一个就是头发要进化去用 这样也可以去防御脱发 对 因为我之前问了我一个医生 他说你头发有的话 就很容易掉发 然后他这个是持有国家特证的 就专门有防脱发特证的一个产品 我们今晚在直播间会秒杀 因为那个 你知道我们直播间 其实比一般平时会卖的很便宜 嗯 你有关注过这个价格吗 从来没有关注 因为你也缺 对吧 反正他也会送给你 我会讲价 去看价 对对对 他会看价 然后我也是很爱看价的人 然后我们讲一下我们的价格 他的价格是119 119 真的有效果吗 我就要矜持用 他不是说让你长出来 而是防止掉头发 因为一个产品 你让他长出来挺挺难的 就是起码你的头皮油脂的 因为很多人这样压力大熬夜 头皮很容易出油 然后会堵塞你的毛孔 所以容易脱发 他这是 防脱发就有点 可能会有点干 但是不会很油 所以对头皮来说比较油好 他这一套的话 今晚只有9000 总共是三件套 一盒这个防脱发的预发液 它是洗完头发以后 用在发缝中 很适合女生 男生也能用 就用在头发 头皮上面要去按摩 按摩以后 你可以不洗也可以去洗 一套是119 我们直播间等一下抽一瓶 好吧 我们口号打起来 我们口号打 云南白药养原青 好吗 好的 云南白药养 云南白药养原青 我们口号打起来 我们一会也抽一瓶 给大家去试用一下 9000份 119 买一个预发液 送两瓶洗发水 但是今天晚上 我们直播间 我砍的价格 但我不知道汉哥 觉得我砍的可不可以 他卖119 这样一瓶 然后我是砍了 69 三样 69 三样 你觉得这个价格 砍的可以 再送 来 还有 来 再送 今天来的人 因为这个是额外 你来的时候要的 如果你不来的话 可能我们就吃三样 但今天你来了 所以 胖哥来了 今天买这套 69 再送三件套 来看一下 这里面包含了一个 洗发水 一个沐浴 一个 三件套正装 疯了吗 来我直接开了 不用看了 这个肯定会没有的 来 这个需要领一张50块券 便宜50 砍了50块钱 再送一套正装 好吗 来准备 5 4 3 2 1 加 记得领优惠券 来将近来了 8号链接打开 往下滑详情页 这是我们的专属优惠券 点开图片 领取优惠券 50元领完券 拍下69块钱 两瓶预发液 跟一瓶洗发水 再送一套 对我刚刚看 汉哥的眼睛的牌子 那个是没有了 这个卖完了 那能加吗 我感觉能加吗 还有没有 口口长得快 你知道吗 我们来的每个嘉宾朋友 然后他们都会问他的衣服 问他的眼睛 一般女生来会问口红色号 然后今天他们来问你的眼睛的牌子 下次你有考虑过 在直播会分享你一些用的东西吗 可以 你会觉得很无聊吗 不会 你有今天来觉得这里觉得很枯燥吗 有觉得这个很尬吗 我就来了很长见 挺有趣的 曼蓝说这什么 跟我完全 不太懂的世界 也昨天那个郭老师来 然后那个说 也说 不是他说这跟我完全是 我感觉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我在想 你有没有会 去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你是理解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为 快点进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西班上有还有吗 这个已经全部卖完了没有了 嗯 好来抽奖送 好的 好已经9点慢了 因为今天短暂的时间快就要结束了啊 他哥 所以你一会儿会回家睡觉还是会什么 你一般几天睡觉 我最近就是七八点睡了 晚上 晚上 跟我们差不多了 我们早了七八点 我们也是七八点 我们早了七八点 所以你刚说你是 最近睡得很早 所以你是年轻人 所以你是年轻人 就回来有大概二十天了 每天吃完晚饭就回了 因为我发现你皮肤也非常好 有吗 有真的很好 你看看 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那个 呃 不能耽误汉哥睡觉时间 哈哈哈哈 我们来抽一波奖 云南白药养元青 我们抽一屏幕送一整套啊 这个不能预售吧 这么点 倒计时 5 4 3 2 好来看看品单 第一个是康健林 第二个是tb1916432-2011 第三个是燕0198尾 就是2926 第四个是美丽国王 第五个是勿忘我0125 恭喜中奖 对然后那个 呃 刚才想要汉哥 亲笔签名的 然后因为现在目前 正没有 然后我们一会儿 这里已经有签过的 是他们亲笔签的 照片 我们一会儿抽好不好 一会儿在我们这边抽给大家 然后谢谢 张汉汉哥 来我们主播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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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来啊 谢谢 你把走下去 我很吵吧 没有吧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没有货了 他没有货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对 其实这个你买到真的很划算 天哪 六九块钱还送这一套 完了 马上开学说了 哇 哇 我跟你讲自从黄明浩来的那期之后 我的那个大学同学 他消息跟我说 我好羡慕你们竟然做了黄明浩做过的影子 他跟我说 因为他同学然后去堵 那个黄明浩都堵了 就是 就天天 那个小假的哪里 还有去哪里啊 对对对 来我们再把那个 签名上来抽一瓶给大家啊 五个人给大家 因为时间比较短啊 那个 然后 汉哥已经走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我们的秒杀 然后 云南白浩的那个洗发水已经没有了 确定不能降 那一说也不行是吗 那我要上面膜 把那面膜拿来一下 来我要上 第一个上美白面膜 特别好用的美白面膜 我先把刚才的套再抽五个人送 好 口号打云南白药四个字 云南白药 口号就打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 对给大家再抽五套啊 抽一屏幕五套 云南白药 好 现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可以先关注哦 点上方关注起来 谢谢 来 好 准备云南白药倒计时 5 4 3 2 1 解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奖的名单 一会儿亚鹏哥会来啊 对 第1个是 KK189712 第2个是 QQ848011 第3个是 幸福都0820 第4个是 何华力 0621 第5个是 CYNOSURE 给我拿下那个美白面膜 我讲下云南白药的美白面膜 这个面膜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看了成分里面最安全的一款美白面膜 但这个面膜一定要坚持用 是云南百药出的一个类似于药妆 他们家把面膜已经卖到日本了 他们家是唯一一个国货 然后卖到日本的店铺 药妆店里面 排在最中心的一个核心位置 这个 这里面摆的是那个面膜书 然后边上这个是美白面膜 这一款 然后我现在上的是一个美白面膜 是新品 它里面八大五天加 是店铺的常规爆品 就是一片搞 一片搞定那种油腻和肤色暗沉 有没有肤色暗沉的人 皮肤就会很暗沉 没有什么 暗黄 没有色泽 对没有光泽 然后你可以去用云南百药的面膜 然后它打开以后是这样子 只有五片 但这个很好用 这个很好用 这个只有两万份 一定要买到云南百药出的这个面膜 美白面膜 我给你们看一下成分就知道了 嗯 他们家是主作成分的 然后是五天加 来看一下 云南百药美白面膜成分 全是那种 大牌子里面用的提取物的 一点点成分集在一起 看一下啊 来云南白面膜水 白里果汁 然后那个白脸根提取物 雪莲花 这两个都是美白提亮的 燕窝提取物提亮美白的 银耳也是提亮美白的 它这个是它所有的成分 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器 这个面膜一定要坚持用 它不属于用一片 我就能看出效果了 一定要坚持用 这个超级好用 美白提亮面膜 一共是两盒 嗯 每盒五片 一百三十九块钱 对 比如说那个 用了一片没感觉 我跟你讲啊 真的 你用一片 就有让你变白的面膜 不要用 用一片 变白的不要用 这是很多医生自己会用的面膜 云南百药出的 卖到日本去的一个面膜 嗯 孕妇都可以用 对 非常适合 就是敏感肌孕妇都可以用 但敏感肌的话 在耳朵后面先试一下 嗯 全是那个中草药的成分在里面 提取物 两盒一百三十九 今天我们直播间 如果能买到 九十四块钱 两盒 等于说四十多一盒 是吧 所有买的人 送一盒 玉金 但这个 但这个只有两万份 能抢到抢到没有 因为今天他们是推广活动 不为了卖多 是云南百药 告诉大家 云南百药真的卖到了日本了 对 云南百药 然后那个 他是 所有买的人 九十四块钱两盒 再送他们店铺 一百一十九块钱的玉金 对 玉金 云南百药采这些的玉金 来我要抢这个 好 来 要领一张四十五的优惠券 对 一盒几片 一盒五片 倒计时 开始 五四三二一 要面膜书 面膜书等一下上 面膜书等一下上 到去详情也领一张优惠券 加进来了赶快 点击费案的女人 领取四十五元券 领到券之后 拍一份 拍一份 发亮 又券没有了 没有券没有券 人太多了现在 我怎么可以啊 我就没有券 完了完了买不了了 因为现在同学基督人太多了 完了完了我估计 完了 没了 我今天肯定买不了 应该人太多了 没有了吗 我去 但是我没有领到券 券没有哎 他加不了货 他只给两万分 因为我们价格送玉金 就是给大家去 可以试一下 然后那个云南百药 他是百年药企 八大五添加 提倡大家做科学补服 就是一定要坚持用 提亮面膜坚持每天用 不要 不要 用那种就是说 不要说那种 用一张我脸麻漂白那种面膜 那种不敢用 他们家